每年的春末夏初是新店闻山农场最热闹的赏银季 虽然今年受到了新冠肺炎捣乱 不过闻山农场的赏银行程会照常举办 此事在人数上将会进行控管 另外也会加强量体温与消毒 希望让民众在宽敞的户外环境 还是可以享受赏银乐趣 一张张萤火虫飞舞闪烁的照片令人惊艳 每年的春末夏初是萤火虫繁殖的季节 最近来到闻山农场就可以看到美丽的灰运沟灯光秀 闻山农场主任游吉利表示 因为疫情的缘故 农场目前也实施人数控管与健康管理 希望让民众能够安心赏银 我们有安排存赏银跟半日银的活动 游客要测耳温 然后要喷酒精 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上课的场域 它是属于开放式的 空气非常的流通 很安全 不用去担心 闻山农场属于有机农场 所以孕育出了适合萤火虫栖息的环境 去年底新北市农业局也与新北市农会合作 在闻山农场也放了黑赤银幼虫 因此近年的萤火虫数量预估将会超越往年 新北市政府农业局我们去年有合作 我们也放了陆生的黑赤银大概有3500只 像今年就会呈现去年也放了幼虫的样貌 应该是会大爆发 而在闻山农场有一条赏银步道 两旁种植了大量的曼花生 就是为了富裕萤火虫气地 希望将农场打造成北台湾赏银的好去处 曼花生它是除了可以随土保持之外 保湿 那它也整个树叶来讲 它的树叶枯掉了 也可以多一个辅植层 多一个漆地 除了说萤火虫的幼虫 可以在那边生活生存 躲一些天敌 那也是对萤火虫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植物 闻山农场除了是北部的赏银圣地 这里也拥有宽阔的户外环境 而且在这个时节 绿意盎然 不管是来踏青椒油 烤肉 甚至是公司开会 都相当适合 记者声明 这么起 新店采访报道 就是新店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间的 新店采访报道